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來到了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四集 那我們前面三集已經把我們房間的三個角落整理乾淨 那我們今天第四集整理的角落就是我們的攝影師的桌子 那電腦桌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線 後面的線盡可能把它藏起來 把桌面整理乾淨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我們整個桌面清空 把我們的螢幕整個清理搬出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整理後面的線 那後面的線其實還蠻複雜的 就是有一鍵然後很多廚 因為有的時候要直播 就是要有一個監看 然後有一個要直播和街區卡之類的 反正就有點複雜 後面的線你看的確是有點多 而且我這一台電腦主機 我放的位置也很神奇 我是整個有點90度顛倒放 所以它的散熱是往右邊散熱 而不是往上面散熱 還蠻特別 反正我們就要把後面的線整理一下 想辦法盡可能的把它塞到螢幕後面 而不會下面一大堆線讓我們看得出來 Let's go 我們把一大堆的線全部用這個黑色束帶 全部給它捆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它掛在我們的螢幕後面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所有線消失不見 這是我的想法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我們的螢幕 想辦法放回去 然後把我們線擺回去 看看到底是不是 跟我們想像中的是一樣的呢 完全沒有線 超讚 我們旁邊這裡還是有滑鼠 那個控制盤 然後耳機擴大機 跟鍵盤的線 就沒有辦法 就是它是有線的 所以我還是要接幾條線出來 但是我們下面整個清空 真的是頗猛的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我們的鍵盤 跟我們的耳機 跟我們的控制盒 接上來看看 最終長什麼樣子 OK那我們就快速來看一下我們電腦桌上有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軌跡球 因為我用普通的滑鼠手會超痛 因為要剪很多影片 所以就來個軌跡球 那我們呢 是60%的機械鍵盤 這個是銀軸的 因為我原本打算要打電動 但是其實沒有打多少電動 然後這裡有一個Tour Box 我覺得還滿推薦的 然後有一個Audient ID.4 有點像耳廓 然後就是以及音效卡的部分 那我們就有一個讀卡機 快速讀卡機 RTX 2070 Intel i9 9920 32GB 然後我們有各種的線 然後後面呢 就有超級無敵多的線 好那我們上面的螢幕 上面有一個BenQ的 就是照射桌面的亮度 所以你如果把它關掉的話 我們桌子就變超黑 那你把它打開的話 它不會照射到螢幕 它只會照射到桌面 我覺得還滿推薦的 那這裡有一個32吋的螢幕 跟一個DEL的27吋螢幕 好 那目前就是這樣啦 看起來是完美的下方空間 那裡還有一個小小線頭露出來 要整理一下 這裡有一條線也要整理一下 但是大致是完美狀態耶 OK 那我們整理 攝影師房間第四集就到這邊 因為我現在已經滿頭大汗 因為電腦後面剛剛還滿熱耶 剛剛六十幾度吧 就滿頭大汗 然後我還肚子有點餓 想要去吃個晚餐 所以我們還有兩面牆壁 那我們就盡情期待囉 看我到底會拍攝幾集的 攝影師房間整理呢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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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